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句话 股票市场叫瞬息万变 今天9月30号 第三季结束 不管法人也好 不管投信也好 不管自营商也好 不管我们叫市场的品种也好 他们一季一季都是要结账的 所以假设你在操作股票 你没有事先准备好 你没有把那个多空转折 事先什么叫事先 就是昨天你就知道今天的多空转折在哪里 你没有事先去预估 或是事先去判定多空转折在哪里的话 就像今天一样 下来 哇 傻眼了 不是吗 好 我们先看来 这是今天的大盘 各位 大盘1.20分只不过跌了429点 最后跳出来一点半跳出来 事抽额跳出来多少 各位算吗 598 这样多少 5分钟跟你跌了170点 是不是输赢就在这里 为什么说输赢在这里 好 我们就来台积电来做个例子好了 各位你知道台积电今天这样 这样一盘下来多少钱吗 14块 这样跌14块 我说为什么输赢就在这里 你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成本有可能就有人是971的 我们算970好了 可是结果一盘下来 你10张啊 10张就好 你就少掉了14万 如果30张呢 就42万呢 买台积电的人 你说会买一张两张吗 买30张很正常 就40几位就没了 那我为什么说你要事先去判定 来 看这里 我每次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来 买进信号出现19662 就是高点 好 这是低点啊 确定低点 买进信号确定低点 卖出信号确定这里高点 好 下来以后 买进信号出现这里确定低点 好 昨天上个礼拜 我最高23079 今天正式出现卖出信号 你等到收款了 你来不及了啊 什么叫来不及 那个叫价差 好 我们用台积电为例来 台积电 813这里出现买进信号 所以813它光高977 好 在这里8来8去以后 好 出现卖出信号打下来 8888 出现买进信号 888确定低点 果然一路跟你说到1025 好 那我为什么说今天 你会知道这里会出现卖出信号 因为 其实我讲白的 各位 你看 你去看 如果跌破下面这条线 就是卖出信号 如果涨上去 你看涨上去 突破这个红色的线 它就是买进信号 这很简单的道理 我今天跟你讲道理 好 那这个 这个线 你盘龙会知道啊 其实我告诉你 台积电今天973块半 它已经没有半了 就974 如果跌破974就是 它就翻空了 我们就翻空 好 我们来看台积电来 我用台积电来看 请问974在什么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974跌破就是翻空 它有多久的时间 让你去出场 974啊 现在几点 12点 再来呢 跌破974它就翻空 大部分的时间 你看在这里 到了12点半 974就跌破了啊 对不对 然后就上不去了啊 从477再卖出来以后 974就上不去了 你就看不到974啊 所以你在这里 有这么久的时间 让你去想说 既然已经翻空了 它并不是在底部啊 来 再看一遍 它是从888涨上来的 好 是不是 从888涨上来的 我请问你好了 888到974也不少啊 所以各位 为什么有人会 在古代市场里面 过得很辛苦 你常常是什么 纸上富贵 譬如说你可能 以今天来讲 我讲30张的 你有卖的跟没有卖的人 这30张差多少钱 差十几万啊 所以我说 我为什么只做一档 我为什么只做一档 我常常在讲 比赛看结果 你如果只做一档 你会了解它嘛 就像我每天都告诉你台积电 我就用台积电 来教各位操作股票 我在这里 胜科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年了 请问 台积电 我几乎是每天讲 每天告诉你它的卖动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 我针对台积电的人讲 而是你只要有股票 股票上它是有卖动的 今天跌下来了 你在最后一盘 以前你把钱收回来的 OK 最后一盘让你买好不好 你看 台积电上就差十几万 那为什么有人会输钱 侥幸 什么叫侥幸 跌的时候不理他 转的时候矮焦 我怎么没有 我怎么没有这一档 我怎么没有那一档 跌的时候你就不理他了 这是侥幸 我们为什么做一档 各位你一直想 今天大阪跌了598点 我带我会 你做的这档美国鸡 他今天是长的 来 今天收盘159 看到收盘159 很简单在这里 今天收盘159 没有错你看到 收盘159 其实我也教过各位很多遍了 大量最大量在这里 我说这个量 没有突破这个量以前 它都是安全的 因为这叫进货量 进货量在这里 然后我也告诉你 这叫外资 包括今天外资买了75张 从105 2240张 然后外资在这里 你看 翘上去用力大买 买了又慢慢慢慢买 买到今天 今天还买 买了75张 已经6786张了 股价在这里 我也告诉你 我会也没怎么赚钱 但是还是赚 还是赚 我请问你 赚了598点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赚钱 如果你的股票没有赚钱 你退而求其次不要赔 对不对 你十几亿股票 你跟他说你会贪 有时候想一想 我说我谢明星当分析师 最少30年了 我刚进台湾股票市场 我带会也是跟现在 黄金的头过老师一样 看到涨停了就 看到涨停就追 每天就是追涨停 追涨停 结果到后来 我发现 有时候我们叫做 午夜梦回的时候 拔命 整整天都会惊 好像 感觉好像是赚钱 可是实际上 会人跟不上 他没贪钱 所以我常常说讲 我为什么 我是个人格者 一生玄命 我的目的就是 要让会人赚钱 所以我只奏一挡 这是台积电CEO讲的 你要让客户成功 你才有机会 就让会人赚钱 我常常在讲 我说的会人 几乎10个 大概 应该总共90%以上 都是因为会人赚钱了 他才续约 会人赚钱了 他来补钱 几乎都是这样子 没有说 从来没有参加 看到谢老师在台上讲 讲很好 都讲掌停 哪里来参加的 没有 通常你看到掌停 然后去参加的 那个投革老师 结论我都不用讲 问你各位 我常常讲 你们看嘛 你们自己有没有赚钱 今天是不是很明显的例子 我的股票在这里 对不对 而且我不是今天 今天告诉你 我们在8月23 我就预告了 对不对 我就预告我们换股票 来 看到哦 印度红利把它换来 同一个时间 我们换成美国鸡 这只大只鸡 在这里 这里八来八去 因为外资不断地买 所以23号我意高 26号我们就进来买 就在这里 我不管怎么样 最少到今天它是收盘 收盘价是创新高 收盘价创新高 当然不是历史高 历史高是在 来 历史高在这里 在110年 历史高在这里 那这是夜线 其实我现在教各位夜线好了 来 80.3这里 夜线连五红 好 夜线连五红代表什么 涨势确率 多头确率 好 那它 初升段都还没开始 为什么 如果有一天 它突破196 其实是突破171 因为这里的实体 K线是171块 它只要突破171 那这一段 这一段 就会变成 真正的 我们叫初升段 那因为它这一段 就整理波嘛 打了W底 整理波 然后涨了五个月 整理几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整理四个月 好 那 8月份 这是9月份 假设10月份 它去突破171 甚至突破196 它就都底部完成 那底部完成 打底多久的时间 它就会涨多久 或者底部的重升 什么叫重升 196到80 这里有多升 重升有多升 它突破几个线 你要往上 它的涨幅 理论上就是 等幅 等幅 好 那 假设196 减80 等于是100 算120好了 110好了 110再加 196 就是它有机会 去挑战300块钱 那300块钱 不是我用讲的 你不能因为我讲的 就一定涨到300 不是 而是我为什么会来做这档股票 我常常用股王 我常常用股王来解释给各位听 来 信华 他在去年8月29号告诉你 他明年获利会换备就今年 结果8月29号他的股价多少 8月29号股价是2560 你不要去看2070 你看到2070 你不会买嘛 对不对 你要看他8月29号 他讲的时候是多少 2560 好 那信华后来变成多少钱 这里看到 5345 请问5345 有没有一倍 来 有没有一倍 一倍啊 那有些人说 老师按一倍 没有很多 对啦 对啦 你如果 你买一张 买两张的人 涨一倍 有时候很简单 真的 有时候你不小心 不小心就一倍了 你买一张嘛 那你没有一倍的是买了99张 可是如果你资金是比较 我们叫做 比较雄厚一点的 其实那个道理都很简单 你10万要探 10万 没有困难 你100万要探100万 应该也不是很难 那你1000万要赚1000万 就是一倍嘛 真的有点难度 如果你是5000万要赚5000万的人 你告诉我 股票可以随便乱买吗 而且如果你买5000万 会赚5000万的股票 会让你 涨停板买不到吗 会让你涨停板 没有 跌停板你卖不掉吗 你看我们这档股票来 我说我们这档股票 从我们进来到现在 从我们进来到现在 已经从8月26号开始 9月30号 他从来没有一天涨停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这我学明清 我找的股票 我常常在讲 如果你是想涨停板 因为投顾的节目都是涨停 10个9个讲涨停的 一般的 我们叫一般的投资 你已经习惯 那老师涨停 那老师涨停 谢明清老师都不把你涨停 你就像谢老师 看他很露 所以我的会员很少 真的很少 可是我常常在讲 一生学命 我告诉你 我的会员 10个有9个都是 讲白的 在其他投资 已经输到 输到已经 已经对人生 已经产生怀疑了 才在参加我 那也没办法 那个是命 对不对 如果我讲涨停 我也可以收到很多会员 可是我就不是 我说我是个人格者 要我讲涨停 我的股票涨停 我才敢讲 不是我的股票 我怎么敢讲 对不对 而且你看我们在买 来 我们在买印度红利的时候 我也公开告诉各位 买了以后 买了就套 84块5 买了就套 5月买 6月买 7月都在买 100块以下 拼命买 到了8月19号 三个月以后 他才第一只涨停 三个月以后 才第二只涨停 然后两只涨停以后 就当天 隔天 8月21号 就报大量 1万7千多张 然后呢 报大量 我当晚在这里 我要告诉各位 我说 我是个人格者 我告诉各位 已经报大量 所以我叫各位 赶快把钱收回来 今天呢 今天是9月30号 对不对 我 已经过了一个月 我已经跟你讲了 147倍107 不是他不好 他不是不好 我也讲过很多遍 报大量 最高点报大量 报大量 不会是低点吧 你看已经等你多久了 没有出现买进信号 是不是 是这么简单啊 他不是不好 我说股票没有不好 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里 叫时间 叫时间 我们常常讲 时间走 轴心的走 台湾店不好吗 很好啊 对不对 你在888买 今天收盘以前 你卖多好啊 都赚钱啊 今天你 你没有卖收盘 收盘了 但你发现 哎呦 怎么一个收盘 一张 差了一万四 30张就差了42万 你如果50张就70万 哎 70万要一台车呢 那你不理他 你有没有想到 对啊 谢老师讲得很清楚啊 来 卖出信号买出信号 因为 我每天都讲嘛 其实这条线已经 其实我都在暗示嘛 这条线上就要买进嘛 破线就要卖出嘛 这每次都一样 这张线啊 对不对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 只是我没有告诉你 线上跟线下而已嘛 是不是 每天都讲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啊 大盘跟台线一样 你知道今天 你看 他破线 破很长啊 不是一点点而已啊 像大盘是刚刚好破线 他是已经破很长 这也是974块啊 台线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974 你看 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974 他有很多时间让你去把它卖了 卖了 OK 你如果舍不得 你最后一盘就把它买回来 10点了10几万啊 股票市场不是就这样子吗 所以我带领各位 我说你想赚钱 我们这一档 我告诉你哦 这种逆市盘 大盘跌了将近600点 我的股票既然是涨的 你想想他未来会怎么样 来 今天大盘跌了598点 我的股票既然是涨的 而且外资既然 还买超 自营商可以买超 为什么 这种股票 你看外资 大量在这里 我也讲过很多遍 在这里 这叫进货的量 既然进货就不会 就没有出现大量以前 就是没有出 没有出 他就只能一直买啊 买到什么时候 买到 你假设不是我的会 我说你有一天会买这档股票 为什么 你老师会带你买 不知道是未来的第一次 涨停还是第二次涨停 第三次涨停 那你为什么会买 你为什么会买 所有盘中的节目 涨停的时候 我们那档来 我们这档来试啊 这段时间从 我们从五月开始 从来没有人讲过这档股票 后来第一次涨停 第二次涨停的时候 全部的媒体都在讲 信州的子公司 这家 信州的子公司 康叉的这家公司 多好多好 因为印度抓了很多订单 信州的子公司 现在五月就开始讲了 就带会人做这档了 等到两次涨停的时候 头顾老师再讲了 带会人进来的 这个会再重演一次啊 这个啊 我说这种历史都会再重演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会买 第一次涨停 运气到你买第一次涨停了 正常人大概会买到第三次涨停了 什么时候最好赚 什么时候最好赚 两次三次四次涨停 那我认为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不止啊 为什么 他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连黄仁星对这个产内DPU 我一直拿这个DPU 黄仁星一直一直一直很想切入这个DPU 因为它是微型晶片 黄仁星有CPU有GPU DPU的部分他一直很想切入 我等一下告诉你 打电话参加会 那少没有QQ的电话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 来 再看一遍 今天大盘跌了598点 你最希望是 你手上的股票是什么 当然这档最好啊 而且只有一档啊 因为你手上只有一档股票 你今天涨你心情一定 很爽对不对 今天大盘跌 你如果30档股票其中 我不用说多少 你有16档跌 14档涨的你也不爽啊 那何必嘛 人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呢 对不对 你一档股票你一涨你就高兴 你也不高兴就正常啊 不爽正常啊 可是你一头脑股票有涨 有连每天都不爽啊 你都希望全部的股票是涨啊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我为什么拿这一张 这张我就拿很久了 我在告诉你叫DPU 已经拿很久了 今天它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有一家公司 美国有一家做DPU的公司 它去告黄仁星 它去告他的 我就告辉达 那为什么告他 因为辉达本身CPU也好 GPU也好都是自己的研发 可是DPU的部分 他是去并了一家公司进来 所以他也有DPU 没错 可是他并了这一家公司 原先他好像有金钱 那你又觉得是 也就是 我一直告诉你 黄仁星这一块 也就是微型晶片这一块 微型晶片这一块 它欠缺了一点点 台湾有DPU实力的 我说这个比机器人更夯 我为什么拿这一张 它比机器人更夯的 那今天为什么买 因为假设有人去告他 你你想嘛 假设你是黄仁星 你要怎么做 那我赶快去看哪些 有做DPU 我赶快 应该讲说 我赶快跟这些 去做车内联盟 对不对 是啊 你不要小看这一家公司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好了 这家公司是 鸿海的孙公司 鸿海 那他的爸爸叫华瀚 也就是有一家保新 保新投资 拥有二十几%的鸿海 那这家保新投资 又拥有华瀚 二十几% 那华瀚又拥有 这家公司又二十几% 我现在已经跟你讲得明了 就好像 我为什么拿这个 因为今天美国大联盟 要开始打基础赛 就正常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大股响平打了 五十四之前的打 五十九次到累成功 那除了神以外还有 未来可能要出现这种人 很不容易 他就神嘛 所以我有时候辛苦来了 那大股响平 他的背后是17号嘛 刚好就是我们这档股票 这四个事物资 加起来就是17 我讲得很清楚 每次我都告诉你 这档股票是什么了嘛 因为我们不推荐嘛 所以你自己去想 这档股票四个号码嘛 譬如说2330台积电 加起来就是8嘛 对不对 这个大股小米加起来17 我们这档股票名称 就刚好就17嘛 就这档了 然后我为什么要用夜线 给各位看 你看他外资就好了 今天在75 他等于6786张了 在196他1800 结果还没过196 他已经6790 6786张了 刚好说的 见头的 对不对 后代的 很多老板生的 对不对 都没法看股票 都 哪里买 对不对 196他1800张 现在买了这么多 比赛看结果啦 谢老师的 很少涨停啦 永远要记住一句话 我谢明清在代货员 都是在卖涨停啦 不管一只两只三只 如果他找不动了 量出来我就卖给卖了 结果 有时候想一想 为什么我这里老是跟你讲 跟你讲涨停的股票 你们真的要小心啦 对不对 我们买的时候多少 成交量多少 量少的时候才是 记得 量少的时候 一定不会高准啦 还有你看他的营收 为什么画这条线 快要公布营收了啊 你说公告出来 包括黄仁仙 如果有意义的话 有意识的话 你说他会怎么样 打电话参加会 然后我们QQ留电话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触服投资风险